说到影视圈的大佬,大家都会想到华裔兄弟,可以说内地娱乐圈过半的明星先后都谴约过华裔兄弟,而王忠磊就是其中的创始人之一,今年48岁,妻子叫王小荣,大女儿该做网统也是争议不断,但是相比内地的华裔兄弟, 香港的向华强夫妇也是地位极高,可以说香港过半的影视明星都是他们捧红,向华强今年起10岁,很多人认识他还是因为电影,25岁的时候,向华强参演首部电影《龙虎地头蛇》,41岁的时候和周润发合作电影《赌神》获得关注,45岁只凭电影《蓝江传之反飞足风云》获得金像奖提名,可以说向华强虽然出演了很多电影, 但是在电影事业上并没有取得什么成就,出演的角色普遍都是大型,但是向华强的身份不仅仅是演员,在80年代的时候,他就和弟弟创办了电影公司,有企业家,制片人,演员等多重身份, 而他的前妻丁佩,是当时香港有名的性感女性,刮子脸,身材好,李小龙结婚后还和他传过一段绯闻,在丁佩事业陷入低谷的时候,向华强选择和他结婚,虽然已经结婚生子,但是最后还是分道扬镳,不得不说向华强的很喜欢刮子脸的女人, 第二任夫人陈兰和丁佩,可以说是大面积壮点,不同的是陈兰和向华强一起之后,便创办了中国星影视公司,两人的感情也一直很稳定,夫妻二人齐心协力拍出了很多经典电影,像很多电影《陶学威龙》、《赌胜》、《国产007》、《唐伯虎》、《点秋香》等,都是向华强担任出品人,陈兰担任节捧红了向刘德华、周星石、周准发等香港明星, 只是陈兰给网友们的印象,都是发福厚胖的变形的样子,但是年轻时的陈兰样貌,绝对不输当红花胆,身材高挑,穿着石上,再加上瓜子脸,可以说出道当明星绝对也可以,回看当时向华强和陈兰的照片,确实有点像美女与野兽的搭配了,向华强比陈兰大11岁,西装革履的他给人一种霸道总裁的感觉,而年轻可爱的陈兰,更像是他身边的小迷妹, 只是夫妻二人和张国荣的合影,陈兰导歌和张国荣更像是情侣,因为是电影公司的创世人,陈兰和向华强可以接触到很多的导演以及各色的明星, 但是从当时的合影看来,当红花蛋的关之民在陈兰面前也有几分是逊色,和梅艳芳以及张学友夫妇和赵的时候,剪短发的陈兰,英气力极显,帅气的同时,老板气质更加明显,陈兰在长发和短发之间切换自如,年龄上升,气质也越来越好,美丽的同时又添加了几分霸气, 而现在的陈兰已经59岁,发气风范达到了极致,有传言对向华强独立,他第一个跳出来解释,出门时向华强跟在他后面像个跟班,拍照时向华强也是主动向他这边靠,像个迷地,陈兰一个手懒的向华强,丝毫看不出两人相差11岁,当然年纪大了的人也有追求美帝权利, 很多照片上都可以看到59岁的陈兰和70岁的向华强,脸上胶原蛋白充盈没有一点皱纹,很多人都觉得他们保养得特别好,但是近照一看,夫妻派人还是有这个年龄的应有的样子,当然看起来也更加自然,参加各种聚会,陈兰的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次比一次胖,相比年轻的时候可以说是胖到变形,而向华强就像是定格在几十年前的模样, 但不管外形外貌怎么变,夫妻二人还是出双入嘴,感情非常好。